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中国医学奠基人吴杰平 新中国医学奠基人吴杰平 中国泌尿外科技术发展的绝大多数第一次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73年前 泌尿外科还只是外科中的一部分 1949年 一位医生在这里架起三张病床 专门用于接收泌尿外科患者 中国泌尿外科的发展就此起步 这位医生就是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之一 吴杰平 吴杰平在业界可以说是鼎鼎大名 他是我国泌尿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 是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之一 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还曾作为中国员外医疗组的组长 被派往海外为外国元首进行过诊治 因为专业能力超群 吴杰平在1981年和1995年 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开拓者 吴杰平多年来拯救的病患不计其数 吴杰平不仅拥有高超的医术 更能对病患的痛苦感同身受 因为他自己也曾经罹患肾脏疾病 亲身经历过病痛的折磨 事情发生在他22岁那一年 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名学生 被诊断出了单侧肾结核 为了保住性命 他接受了一侧肾脏的切除手术 这次患病的经历 让他切身地体会到了作为患者的痛苦 也坚定了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 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决心 其实在学医的初期 他并没有如此明确的目标 学医的这条道路也不是他自己挑选 吴杰平出生于江苏省长州市的 一座大宅院内 吴家一直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 吴杰平的父亲吴静怡更是如此 然而吴静怡在儿女眼中的形象 却不似传统中国式父亲那般严厉 相反吴静怡和儿女们很亲 年少时吴杰平常常跟在父亲身后 对父亲也是极为崇拜 我最崇拜的是我父亲 他说一个人要过桥 一个多木桥 他要过去你也要过去 他说你说我也要紧事 对方说我也要紧事 那你就让他过去你再过去 千万不要你们两个人在桥上都掉下去 那就完全是了 所以他说有的忍让 实际上为了达到目的 所以他很了不起的人 他自己也不会英文 可是他就喜欢一样东西 买新各种各样的照相机 自己能够不难能够照 能够洗还能放大 还能变成艺术美术东西 还得到奖 1931年 日本发动新华战争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 吴静怡决定 让孩子们学本是学技术 因此 在父亲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的教育思想下 吴家兄弟四人都学了医 二儿子吴杰平 在1936年 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 吴杰平每每回忆起 在协和医学院学习的那段时光 总是把自己当成反面教材 那那个时候我们并没还没好好读书 我特别反对啊 死读书 后来念这个生物化学 念生物化学 那时候念生物化学 念都是很基础的东西了 那么有一个伟同学啊 是很死读书 死读书是当人讨厌的程度 我就去跟他开玩笑了 要考书了 我就去了 我说你这个维生素A的结构 是你背下的 他说啊 那还要背 我说怎么样背 你拿着来 他就给他写去 其实我说刚背完 就是我去 那他们就背起来 其实呢 当然是在下 我说今天也就说 我也针破起来 你为什么没有 老公 东西 对 人轻前逼 老公 我说 我说 随时 我说 要 我的 我说 她的态度迅速发生了转变 一改之前仅仅是父亲 要我做医生的想法 她立志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 为了把专业学好 她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听讲 在实践中也用心观察指导医生 对各种病例的处理 天资聪慧的她 努力起来也比常人要刻苦很多 她真的是演绎了 现在那句很流行的话 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更加努力 怎么证明呢 举一个例子吧 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系统的年代 我们是没有办法快速检索资料的 但是吴杰平却清楚地知道 协和医院的图书馆里 每一类图书和资料的位置 可见单单在读书这件事上 她就下了多少功夫 然而就在吴杰平宣量苦读的时候 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被检查出来患有肾结核 在那个年代 结核病非常高发 肾结核也算是一种常见病 这种病的患者在患病初期 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可是产生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 已经很严重了 必须要通过手术切除肾脏 吴杰平的状况也是如此 他不得已只能休学半年 在休养期间 只要是身体情况允许 他就会躺在床上阅读各种书籍 持续不断地努力复出 在他复学之后 成绩不但没有落下 还从同龄人当中脱颖而出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6月 照片中站在第一个的 就是吴杰平 这天是北平协和医学院 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 因为在这一届的学生礼 成绩最为优异 吴杰平成了这次典礼的 学生司仪 曾经担任过北京协和医学院 宣传部部长的刘靖告诉我们 吴杰平手里拿的是一个特别的物件 那么当时吴杰平呢 是手持一个金棒 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大规 而大规呢是玉作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是红木作的 被选为私仪的学生的名字 就用黄金做成一个金箍 把它套在上面 而吴杰平那年毕业的时候 就套在了第九个金箍上 从这张照片我们就能断定 吴杰平就是那一年 他们同班同学 那一届学生里头最优秀的学生 对于这次毕业典礼 吴杰平印象深刻 那天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学教授 斯乃博进行了演讲 题目是有准备的头脑 这个题目来源于狂犬疫苗之父 路易巴斯德的一句名言 在观察事物之际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这一演讲对吴杰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之后 他一直没有放弃 对有准备的头脑更深入的思考 直到1999年 他还曾亲手写下 关于这方面的深入探讨 他认为 观察和经验 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吴杰平回忆起当时的感受 还表达了当年对不断学习 多多实践 提高能力的理解 这时候我就体会到 你这个实践 知识和思考怎么结合的问题 我觉得实践思考 实践知识思考的结合 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 或者叫入门 如果你还不知道 怎么样来去重视实践 很愿意得到知识 大家很清楚 这个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 实际工作里头 能力只有来自实践 之后 吴杰平逐渐成熟 他的专业能力和思考能力 都开始提升 他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 努力成为一名好医生 北京协和医学院宣传部原部长刘靖 曾经多次采访过吴杰平 他告诉我们 吴杰平要做一名好医生的信念 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40年代 在抗战争时期 很多年轻人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有的人去四川 去重庆抗战 有的去延安 等等等等的 还有的医生自己开业 对于他来说 他就选择了做医生 从没有动摇过 1932年 毕业后的吴杰平 加入中和医院 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25岁的吴杰平 进入了中和医院工作 在工作不久 发生了一件 令他震惊的事情 一位原本能够康复的 脊椎结合患者 却瘫痪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年代 正好是结合病高发的时期 外科临床医生 需要应付各个部位的 结合病灶 这个病人被送进医院后 吴杰平仔细查看了 他以往的病例 惊讶地发现 三个月前 他就曾经来过医院 那时诊断出来 他患有胸椎结合 当时对待这样的病人 必须全卧在石膏床上 进行修养 等待体质增强 也就是依靠自身的免疫力 让这个疾病慢慢地痊愈 当时的医生 也是这样诊治地 给他制作了石膏床 让病人回去用 但是没有说清楚 该怎么用 这个病人回到家之后 只是每天晚上 睡觉的时候 会躺在这个石膏床里 其实他应该是一天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这张床上 正是因为 缺少了这么一句沟通 就导致了病人 出现瘫痪的症状 这件事情给吴杰平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意识到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医生 不仅仅要诊疗好病人 更要讲清医主 要从病人的角度出发 让病人听得明白 医主到底说的是什么 此后 在临床上遇到病人 吴杰平总会多聊上几句 把复杂的医学术语 尽可能说得通俗 帮助病人记得更牢靠一些 这个习惯坚持了很多年 多年后 他还告诉自己的学生 对待病人是一门学问 一定要多问多听 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就这样 吴杰平在外科诊室 工作了四年 我们当时的医院 还没有单独的泌尿外科 吴杰平最初没想到 专门要去从事 这个领域的研究 直到结识了一位引路人 他就是时任中和医院院长的谢袁甫 谢袁甫 是我国泌尿外科的开拓者之一 曾经是从美国现代 泌尿外科创始人 休阳教授 青年时期的吴杰平 因患肾结合 而接受肾切除手术 当时与主治医师 一起为吴杰平制定手术方案的人 正是谢袁甫 后来 在谢袁甫的引领下 吴杰平出入泌尿外科领域 可以想象 作为一名肾结合患者 吴杰平对于泌尿外科的兴趣和好奇 自然比其他人更多 泌尿外科顾名思义专门诊疗 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 其实泌尿系统出问题 这对于人来说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现象了 尤其是在过去 在古代 在不注意卫生条件的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出现类似的疾病 所以翻看一下古籍 无论是中国 还是欧洲 比如早先的希腊 古罗马地区 对于如何治疗泌尿系统 各自都有各自的办法 无论是东西方 在早期 就是很早时代的医学当中 也都有相关的诊疗记录 但真正说 现代医学之下的 泌尿系统的治疗 那要是到19世纪末 才有了规模 1897年 美国现代泌尿外科之父 休阳从普通外科研究 转为泌尿外科专科研究 从此建立了新一代的 泌尿科医师体系 也就是那个时期开始 泌尿外科作为一门 独立的医院当中的科学 是正式形成 而那个时期 我们国家这一部分 还几乎属于是空白 因此相应的专业书籍也好 培养专业人才的机制 都是不具备的 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向来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科研成绩也很突出 在泌尿外科领域亦是如此 芝加哥大学的哈金斯教授 就是把科学和定量化学 带进泌尿外科的第一人 美国的泌尿外科发展较早 还有实力雄厚的科研团队 面对这种情况 谢元甫教授 开始输送大量人才 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先进技术 吴杰平正是被选中的优秀学子之一 去以前我就闹着很清楚 我说我到点看看美国是怎么回事 我看美国怎么回事 不能说到一个地方去 有很多我的学长 他们去了就在那儿 在一个地方去埋托在那个实验室 或者埋托在哪个地方 往那写篇论我回来 他对美国并不太了解 我去呢我要学 可是呢我要看 我要看你美国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一看呢使我恍然打悟 所以尽管到后来 等到最后我要回来 有个老师要让我留下 但是我说我还要回去 我就跟他坦率说 我说我还要回去 对我的国家做贡献 1947年 吴杰平来到了美国 芝加哥大学 跟随哈金斯教授 学习泌尿外科领域相关知识 在进修期间 吴杰平的表现 让哈金斯教授非常满意 原因只有一个 手术做得比别人好太多了 往往在别人看来 很艰难的一个手术 但是吴杰平的表现 真的给人是眼花缭乱 穿针引线一般 以至于哈金斯教授 每次看他做手术的时候 感觉都是在欣赏一场表演 他甚至说过 你到底有多少只手啊 似乎一个人的两只手 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手术结果来 所以当吴杰平准备回国的时候 哈金斯教授是极力挽留啊 他甚至把芝加哥大学 即将建立起来的 医学研究中心的蓝图 摆在了吴杰平的面前 告诉他说 只要你留下来 看到了没有 在这个蓝图当中 即将建设的医院研究室里面 就有你的办公室 只要你点头 你在中国的家人 我都负责给你接过来 由此可见 他真的是非常欣赏吴杰平啊 但是吴杰平 依然拒绝了教授的这番好意 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1948年12月1日 一架小型客机 经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最终降落在北平西郊机场 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学者 什么都没拿 只身一人匆匆地走下飞机 这个人就是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杰平 为了顺利回国 吴杰平悄悄地 把所有的东西 都寄存在美国的同学那里 自己赶回了国内 就在吴杰平回国的第二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年吴杰平32岁 他立下三个目标 成立泌尿外科研究所 创办专业杂志建立学会 他跃跃愈试 曾经想过无数次的事 终于可以做了 他要在自己国家 大干一番事业 1949年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吴杰平迈出了建设新中国 泌尿外科的第一步 吴杰平他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 抢救自己的伤员 战况惨烈 每一家医院 每日接收的伤员数量很多 最高达到上百 甚至是几百人 但是当年落后的医疗水平 也大大的影响了 处理伤员的效率 那些无法挽回年轻战士的生命 更是让他感到遗憾 他暗下决心 回到祖国后 一定要尽自己所能 发展中国的医疗事业 回国后 他又重新投入到了 泌尿外科的建设当中 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来兑现当年许下的诺言 虽说已经架起了 泌尿外科的三张病床 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即便吴杰平的能力再强 也无法仅凭一己之力 完成一个专业学科体系的建设 泌尿外科需要更多人才 于是 他开始培养住院医 研究生 博士生等 泌尿外科领域的专业人才 在吴杰平的传记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当时 吴杰平的第一位研究生 顾芳六是这样说的 每次看病对我来说 都变成了一次考试 而且成绩当场就能看到 为了让自己的学生 能够细心地诊断 他把顾芳六 安排在自己旁边的诊室 让他看过的病人 都到自己那里再看一看 一一地把病史 体检 诊断 处理都核对一遍 在学生们的眼中 吴杰平一直以来都是位研师 郭应璐 是我国泌尿外科领域的院士 他也是吴杰平的学生 在他的记忆里 吴杰平如父亲一般 既严厉又亲切 我从五六年毕业就跟着 吴杰平 吴代夫 我自己觉得我这一辈子 受益很大的就是 跟了这么一个好老师 就是对学生 他是把自己的孩子一样 比自己的孩子还要求严点 因为他希望你将来出来以后 能像他们一样 把病人当亲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跟吴老师在一起 也是一辈子的幸运 对学生严格 也是对病人负责 吴杰平认为 作为医生一定要认真严谨 只有这样才不负病人所托 这样的态度 给郭应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0年 郭应璐在接受东方时空采访时 就曾提到过 那么有一天我记得 就是吴老师查房 带着我们一大半多人跟着他查 查到一个病人以后 他摸了摸他的印囊 摸完以后他说郭大夫 这是你的病人 我说是 你跟我说说他什么地方有不正常 什么地方你跟我把他说说 我说我没查到什么东西都正常 老师没说是你不对 老师说你坐这 我们检查那个印囊那地方坐着 病人站着容易检查 那你坐这你查上 我一查我就打红脸 为什么呢 有一个肿块没摸着 然后吴老师当了别人什么话没说过 那我错了 我没查着 然后吴老师就这个查房结束以后 我叫到他办公室 告诉我做一个大夫应该怎么负责 我就这么一个小例子 但是一辈子都记得 在周围人的眼里 吴杰平在临床工作中十分谨慎 总是在所有的情况都掌握清楚后 在为病人下诊断 但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病例 他却给出了对于当时来说 十分大胆的诊断 1953年的一天 吴杰平接诊了一名叫张书源的病人 最后 moments来我看见 宣伤怎么负责 夜飞客 这是大胆有破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患者来说是生与死的区别 双侧肾结合在当时是没有方法可以进行治疗的 只能摘除双侧肾脏 那这就等于给病人判了死刑 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病人离去 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 这样的滋味让吴杰平很不好受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切掉一个肾 只有一个肾 那么我想对他选择泌尿外科 以及对他后来研究肾结合 我想都是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我想都是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他有着切肾的体会 他知道一个人只要有一个肾 完全可以健康地生存 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所以说他就研究了肾结合 对策肾结合的这样一个科学研究 我想是跟他自己的切肾体会 是分不开的 为了能够为双侧肾结合患者 找到一条出路 吴杰平反复翻看之前 有关双侧肾结合的诊断 终于他发现了诊断中的漏洞 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无功能的肾 伤不能肯定是结合造成的 为进一步研究 他来到了协和医院的病案室 查阅肾结合病人的病例 发现在238个病人中 一侧患肾结合时 另一侧都有一点肾积水 肾积水严重到一定程度时 也会引起肾脏无功能 这给了吴杰平很大的启发 吴杰平结合以往 对一些大体老师的遗体 进行解剖的结果 他认定很有可能 双侧肾结合死亡的病人 实际上只是一侧肾结合 而另一颗有可能 仅仅是肾积水 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之后 这就让吴杰平欣喜不已 要知道肾积水 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就在吴杰平为他的发现激动的时候 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出现了 在临床上如何判断是否是肾积水呢 在当时的条件之下 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穿刺 但是穿刺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首先如果病人真的是肾结合 那么穿刺之后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病迅速地加剧他的进程 考虑再三在征得了病人同意之后 吴杰平决定冒险来进行一次穿刺 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一间简陋的病房里 医护人员在张树原的床边围了一圈 大家都屏息凝神 注视着吴杰平小心翼翼地 把穿刺的针头 扎进病人的肾脏位置 随着针头慢慢往外吸 针头里出现了透亮的液体 进一步检查后确定是肾积水 医护人员都忍不住兴奋了起来 这位之后的多力双侧肾结合诊断 打下了基础 在治疗了更多的病例之后 1954年吴杰平发表了题为 肾结合对策肾积水的学术论文 论文中他分析了很多被诊断为 双侧肾结合而死亡的病人 发现有13.4%的病人 实际上一侧肾结合 对侧是肾积水 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有生存康复的希望 这一成果是国内每年有上千名病人 从死亡线上被挽救回来 吴杰平的这一发现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 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 苏联的医学界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报告 吴杰平的这一次成功 让中国泌尿外科在国际舞台上 有了一次精彩的亮相 除了肾结合并治疗的突破 吴杰平在泌尿外科界 更为大家称道的另一项贡献 是医学领域的一个新认识 那就是疾病 儿查分岸症的发现 这是一种什么病症呢 儿查分岸症是一种肾上腺疾病 肾上腺位于肾脏之上左右各一 肾上腺最常见的疾病 由肾上腺皮质肿瘤 肾上腺皮质增生 或肾上腺水质肿瘤 由于肾上腺的解剖位置靠近肾脏 吴杰平早已把它纳入了 泌尿外科的工作范围之内 1960年的一天 同仁医院的院长刘士豪教授 邀请吴杰平会诊 为一名疑似肾上腺水质肿瘤病人 做手术 奇怪的是 虽然两侧肾上腺都很饱满 看着像肿瘤 但实际上并不是肿瘤 于是吴杰平分别在两侧 取下一块组织 进行进一步病理分析 经过病理检查后 吴杰平发现 这两侧肾上腺增生 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病变 一时无法判断 在此之前 吴杰平酷爱阅读各种医学家传记 因此 在面对这一病变时 他突然想到 之前看过的美国 现代神经外科之父 科兴的传记中 就曾记录了他发现一种少见的 内分泌紊乱病症 科兴续症的经过 这给了吴杰平灵感 肾上腺增生 会不会也是人类 还没有认识到的心疾病呢 机会总是会偏爱有准备的人 这句话放在吴杰平的身上 不会错 长期以来的阅读积累 让吴杰平能够快速找到方向 可这个方向是否正确呢 还有待验证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吴杰平专门接收 全国各地的此类患者 但由于病例过于罕见 积累病例不是那么容易的 吴杰平花费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也只是收集到了四例 他并没有放弃 一边收集一边研究治疗手段 终于到了1977年的时候 一共找到了17例 而查分案症的患者 经过他的临床治疗 17例患者当中 15例都有了明显的好转 同一年他写了题为 肾上腺水质增生问题的英文报告 1964年以后的14例 都能够在手术前 就确诊为肾上腺水质增生 从而被确立为独立的临床疾病 而查分案症的发现 在医学史上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 上述首次这一成果 也让吴杰平和中国泌尿外科 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重视 同时也让国际医学界 对于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 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此之前 医学家并不认为肾上腺有水质的增生 直到吴杰平的发现 证明了这一客观存在 而查分案症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陌生的 其实 他与帕金森氏症 阿尔茨海默症 剑洞症等疾病的发现一样 在医学界的价值是巨大的 在吴杰平个人成就达到顶峰时 我国的泌尿外科 也在他的带领下 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在吴杰平的带领下 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 从三张病床起步 一点点扩大规模 逐步形成优秀的人才队伍 这成为中国泌尿外科 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基础 1959年 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正式成立了泌尿外科 专科病房 设病床36章 并开设专科门诊和特殊检查室 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新中国的泌尿外科 已经出具规模 就在这时 一向令吴杰平 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任务 落在了他的头上 在吴杰平的带领下 新中国的泌尿外科领域不再一片空白 1954年 吴杰平对双侧肾结核诊断的纠正 挽救了无数生命 也让中国泌尿外科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1977年 他发现了一种从未被认识到的疾病 而查分案正 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 他的一个又一个成果 让中国的泌尿外科 一步步向国际进发 这个任务极具挑战性 但是对国家医疗水平的发展 却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那么这个任务是什么呢 1960年 杰平被委任为北二一的校长 北二一是哪所学校呢 就是后来首都医科大学的前身 1960年 首都医科大学还并不存在 也就是说 吴杰平的任务 是要创建一所医科学校 1960年9月 北二一举行了第一届开学典礼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吴杰平身上所肩负的责任 越来越多 1962年新年刚过 一架中国飞机降落在 印度尼西亚首都 亚加达 总统府车队呼啸而来 接走了机上的11个人 媒体纷纷猜测 这是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带队的却是一位医生 这个人就是吴杰平 他率领中国医疗小组 受邀为印尼总统治病 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 患了严重的肾结石 有一侧肾功能丧失 西方医学专家建议切除 苏加诺不同意 于是向中国政府发出请求 请中国的专家前来治疗 我们都是压力很大 那个肾已经没功能了 外国要让他拿掉 不愿意拿 这样才请我们去的 但我们去的都是最高级的医生 给苏加诺去治病 拯救 一上来 拯救 苏加诺就很害怕 怕这个拯救 我就让那个 拯救医生叫杨甲山 我说你在我手上 来 给他看 没事 这他才接受 为苏加诺制定好治疗方案后 一件令吴杰平自己 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为印尼总统 苏加诺治疗的工作 刚刚开展不久 吴杰平就发现 自己的结合病复发了 但他向组织报告 是明确地表示 我可以在这里继续工作 请副组长 按照我拟定的方案 进行治疗 同时 我患病的事 不必让其他同志知道 以免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赵恩来总理进行多次手术 你们先看一看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拿彼方镜看了 烧 检查了 你先不要动 你汇报 同意了 再做 我说怎么办呢 我就去找邓大姐 我说邓大姐 现在毛泽西说了分两步走 那么我们进去看看 什么也没有 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 我知道那个可能性很小的 一看一塌糊涂 没办法了 我们也可以不做了 可是如果看一块小石头 把它拿出来就好了 那不做吗 他说那看一块小石头 把它拿出来就算了 我说这句话就有门了 有多少句话 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 平时平活也得把电烧把它烧下来 后来就做了 就真是电烧下来了 烧下来 烧下来的危险是很大的 因为违背了毛泽西的指示了 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 我们至少可以谈一认 说邓大姐说要有什么 可以顺便就办了 两步分 两步分 并成一步走 后来毛泽西呢 发小话 说两步走 一步走好 吴杰平凭借自己的医术 得到了周总理高度的赞扬与信任 在进行这项特殊的医疗任务时 吴杰平如履薄冰 但后来他却说 他一生中最大的姓氏 就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 他就说总理的这种点拨 和这种寻寻善诱 真的让他胜读十年书 这是他的由衷的一种感谢 他身上其实也是这样的 也是 对人也是这样的 寻寻善诱 直到周总理去世后 吴杰平的书房里 还一直摆放着他的照片 一看一个特别有总理的相声 还有这个总理生 那是邓超同事生的 那已经总理不去了 那个真是总理生的 拥有多年泌尿外科临床经验的 吴杰平声望很高 别的医生遇到疑难杂症 很复杂的手术 也都想尽办法的 请他来看一看 一次 一位患有前列腺疾病的患者 在做完手术之后 却一直排不出尿 但当时的诊断手段 根本无法探查清楚 是什么状况导致的 医护人员不知从何下手 无奈之下只好请来了吴杰平 上十几八十年代 前列腺电切技术刚刚引进国内 在治疗前列腺增生上 革新了传统的开腹手术 但是新的技术在最初实践时 总是会遇到许多问题 当时协和医院的一位骨科教授 因前列腺增生接受了这一手术 手术的过程很成功 但结果却比手术前排尿还要困难 吴杰平得知这一情况后 根据以往的临床经验 猜测可能是增生的组织并未根除 或是电切后的疤痕造成了新的狭窄 于是他决定为病人再做一次手术 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 学科带头人李汉忠 是那一次手术的助手 因为处于特殊时期 我们通过线上采访的方式 让他为我们回忆了这段过往 因为当时的80年代 这个影像还没有那么发达 对医生很多的一个判定 都是靠临床经验 所以那时候咱们非常佩服 老一代医生他们的水平很高 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分析 得出这是什么问题 上台以后打开膀胱 看到果然是他判定的一样 切的时候大部分都切掉了 但或者有一个根留在那里 所以排尿的时候他堵住了后脚头 然后做完以后放了几天导尿管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导尿管 然后排尿完全成长了 上世纪80年代 正处于我国泌尿外科全面发展时期 吴杰平对引进新技术 一直持积极的态度 除了在临床上 指导前列线电切技术的应用 在他的带领下 他的学生郭应璐 还在泌尿外科临床技术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这项贡献 我们并不陌生 上世纪80年代 拥有多年临床经验 又执行过多次特殊医疗任务的吴杰平 在泌尿外科界声望很高 在泌尿外科全面发展时期 他大力支持引进新技术 并在临床上指导应用 人体的泌尿系统 主要是由肾脏、膀胱和输尿管组成 整个泌尿系统可以说 都是非常脆弱和敏感的 这些地方一旦出现异物 患者就会出现难以承受的疼痛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都是如此 结石症的发病率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 但是吴杰平的学生郭映璐 根据临床经验发现 结石最容易生长的地方就是人体的肾脏 为什么说结石容易在这个地方讲呢 一个它空间大 一个这地方相对的尿液停留的时间长一些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胖光 所以这两个地方生成的多 但是生成以后呢 从这儿尿必须得从这儿出来 然后存存以后从这儿走了 那么这块石头停留在什么地方 就在什么地方结石了 长在这些地方呢叫肾结石 长到这些地方呢叫树尿管结石 长到这地方呢就叫膀胱结石 能看出来这是肾脏 这白的是结石 可以看见的除了这结石 结石已经造成整个肾脏都是积水的 所以比正常肾大得多得多 肾结石在我国泌尿外科临床上 是一种高发病 不当的饮食习惯就有可能造成肾结石 而且肾结石往往会相当痛苦 得了这个病的病人呢 搞不好发作的时候啊 疼得满地打滚 有医生经过测试之后发现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疼痛分极法来说 肾结石的疼痛仅次于女性分娩 在体外碎食肌出现之前 取出这些结石只能靠开腹或者是开腰做手术 开刀取石很可能还会给患者带来感染 以及其他的一些影响 而碎食肌则可以在体外通过超声波来震碎结石 从而排除尿道 让患者免于开刀的痛苦 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西方国家也开始刚刚使用碎食肌 在吴杰平的带领之下 郭英露等人自行设计制造出了 我们国产的碎食肌 这是中国泌尿外科发展当中的一大创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吴杰平的大力推动之下 中国泌尿外科医学成功地出现在了 国际医学界事业中 泌尿外科领域的几项技术应用 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 与此同时 我国的泌尿外科事业 也进入了全新快速发展的阶段 2010年8月 以吴杰平名字命名的 北京大学 吴杰平泌尿外科医学中心落成 这所中心设置了 209张病床 拥有国际上最大规模的 内境模拟培训中心 和3000多平方米的 现代化科学研究中心 可以说这是创造 无数泌尿外科专业人才的 巨大摇篮 如今 泌尿外科已经是 三级医院的常规科室 全国各地的医学院 也早已开设了相关专业 更加具有针对性的 培养专业人才 在国际上 我国泌尿外科 已经完成了 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接下来就是向着 领跑的目标进发 单从现在国内 泌尿外科系统的规模来看 很难想象 这从无到有 再到强的过程 经历了怎样的艰辛 以吴杰平为首的这一代人 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在《医者人心》艺术中 记录了吴杰平口述的 关于医生的服务艺术 他说 作为一名医生 既要有高尚的医德 精湛的医术 同时还必须取得病人的信任 要取得病人的信任 必须讲求服务艺术 服务艺术是因人而异的 要针对病人的特点 他就说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大学第一医院的三张病床 到享誉国际的两项成就 再到临床上技术的突破 作为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之一 吴杰平一点一滴地 将我国的泌尿外科搭建起来 2011年3月2日 吴杰平院士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一代大医的传奇 就此画上句号 他曾是一名单侧肾脏的切除患者 和自己的病患一样经历过患病 手术、复发、恢复健康的全过程 尽管在他生前的采访当中 提及自己患病的时候并不多 但我们能够感受到 从开始患病到生命终结 他始终对泌尿外科患者的需求 感同身受 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 吴杰平特意交代后人 要解剖他的肾脏 用他的遗体进行接下来的医学研究 从他切除右肾开始 七十余载的光阴 一直由一个肾来带长两个肾的功能 他希望后人能够用他来发现 更多关于肾脏的奥秘 在吴杰平的一生中 曾担任过很多职务 但他最喜欢的 还是大家称呼他为吴大夫 从十六岁学医开始 吴杰平的名字 就和医生两个字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即使他的头衔很多 简历很长 但他一生最为骄傲的身份 依然是医生 大一精诚 至于至善 他带着玄壶济世的人心 设身处地 向病人所想 他曾对自己的学生说过 病人把生命交给我们 我们就要一丝不苟地负责任 求学海外 红艳传书 忠诚 法兰西情书 使之不渝 让科学的种子 落地生根 成长壮大 清尽心血 点燃科学之光 系列节目 于无声处 追寻科学之光 解码科技史 下期播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